第10到13题是体主 以物体在直线上一开始向东运动 以向东为正 其位置X对时间T的关系如图所示 整个运动过程总共经历了8秒 是回答10到13题 第10题是问 此物体在4到8秒运动过程中的平均速度是多少 那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平均速度就是位移去除以时间 4到8秒均了4秒 但是位移呢 我们看到它的在4秒的时候 它的位置是在0的地方 8秒的时候位置也在0的地方 所以它根本就没有位移 位移是0除以时间当然还是0 所以它没有平均速度 所以第10题问 我们说此物体在4到8秒运动过程中的平均速度为何 我们答案选的是A 每秒0公尺